《臺北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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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北的展覽就是一個復制品展 可是呢,我們如果想有一個機會 就在我們的城市 想理解一下達文西、米开朗基羅 想翻書、聽越演講或者參與這個話題 你知道一下 你看看就是什麼樣的人 他曾經做了超乎他的體能 他的這個生命局限的那種巨大的作品 我們也只能依靠某一些 甚至可以觸摸到質感的一些副詞 例如說 他畫了這個天頂 這個穹頂上面的那個壁畫 那麼他畫在牆壁上 牆壁是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有一個將師 有一個藝人 有一個遵從義大利古法的師父 對不起 本身也是一個畫家 他就用這個灰泥去補牆 然後去打稿 去上色 用米卡丹就同樣方法來做 做一個各式大小 然後盡量在那個比例上 跟這個畫作接近的一些複製品 我們說叫做靈模品來展示 那麼他當然他在形狀上是 就是靈模品看到就 可是那個質地感突然讓我們理解到 這個畫是很難的 然後他要怎麼樣上在牆壁上 讓他不剝落 而且趁著牆壁乾燥之前 就要把它畫上去 這個功法藉由這個錄影帶 藉由這個攝影 藉由這個現場示範 在台北的成品讓大家看到 就讓大家得到一個什麼呢 得到一個就是 我是美術系畢業的 我在念了完美術系 在師大 然後在念研究所 十年時間 我研究所念了六年 就慢吞吞的唸 然後也對於油畫啊 蛋彩啊 粉彩啊 水彩啊 焦彩啊 這個師壁化 就是這個師壁化 就是略有涉獵 可是有一件東西 我就只能存在理論上的理解 就是師的壁化 就是你看那句話的那種東西 因為我從來沒有靠近過 山公寺裡面看過這個東西 更別說去摸摸這個牆壁 我只是一個理解 結果因為一個機緣 有人就把這種材料 用靈摩大師的方法 把它搬來台北 讓呢 如果有十萬人去看那個展覽 讓十萬人沒有念過美術 或者從來都不知道 你看那句話是怎麼樣一個人的人 就知道了這個壁化是怎麼回事 我們是專門念美術的 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 僅止於知識上的理解 我沒有辦法摸到看到 可是許多人就因為這個機緣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展覽我覺得非常值得看 至少在這一邊 那當然石膏複製 還有複製上的這個要求 很高的標準 跟最低的標準 起碼的標準 那麼所以呢 這個我在這邊會有四堂的時間 來講理開朗基羅 可是呢 我們需要兩個人 來把它包夾起來 一個是長他二十三歲 在1452年出生的達文西 一個是晚他十一年出生的那個天才 拉斐爾 中間我們就花一個比較大的比重 兩個時間 來談理開朗基羅 那麼所以呢 文藝福生三節 通常這麼談的原因呢 先談達文西 因為他比較年長 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呢 才華最大 然後呢 甚至呢 最有魅力的一個藝術家 一陣子 要集約 一陣子 就算了 用白 一陣子 和 彼琴 這個 已經 手